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题 我们把黑板先擦掉一下 好,那老师要把黑板拿出来 拿起来给大家看一下 看看你们能看好 看的时候你要看好 这有图片咯 来,这图片是什么 好,给你三秒钟来看 1,2,3 好,三秒钟咯 好,接下来我们把黑板拿下来 刚刚各位看到的 有没有人啊 有没有人 有人哦,没人哦 没有,是没有人的哦 没有人出现的 有没有动作 你说老师没有动作 那张图片什么没有 诶,没有动作吗 你要想一想哦 其实是有的 什么动作 先看有没有物体出现 有,什么东西 一只猫 那只猫在做什么,它什么都没做吗 什么都没做 它是在做 它是在做 sitting sitt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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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这个是动作 这是一个状态 静态的状态 所以它是有动作 你不要被搞混了哦 ok 那除了猫以外 啊 猫应该是写在 物品的这边 那请问你它坐在哪里啊 你刚刚问你 仔细看一下 它是坐在 门的旁边 它的后面是一个门 时间我们就先暂时不管它了 不要不可能搞出来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transcript 里面给我们讲解的 来一下AR 请各位看你们的课本 第218页 它说 The cats are fighting outside 好,第一个 Cats 好,可能我们写得太高了 把它拉下来一点 Cats are fighting Outside 好,我们先写 你有看到Cats 有看到AR Fighting吗 你看一下哦 如果你整句来看啊 那前面还有一个 你看哦 Cats 加S 不对啊 它用R 用指根 当然是 复数组 使用复数动作是对的 可是 Cats are 猫门吗 猫儿门吗 就是复的啊 它有在打架吗 没有啊 那 Outside呢 是 有 所以 复 复 正 答案是 复 所以A 不对 那我们来看一下B B说什么 His cat is sleeping soundly s s um d l y 你看哦 Cats 很像单数 这是正的 sleeping呢 正在睡觉 诶 是没有啊 它没有正在睡觉 那支帽子眼睛真的好大 对不对 它不可能在睡觉 OK 这个字 你不懂 假设你不懂 没关系 正 负 还是得 好吗 得 负的 只要里面有一个负的 它就是 有一个错的 它就是错的 但是说 这个字外 要是负的怎么办呢 它会不会负负得正 不会啊 这个题目不会 只要有一个错 就全错了 soundly的意思就是 睡得很熟 睡得很熟 叫soundly 很熟的熟 就是soundly 那我们看第三个C 选项 OK 那我们来看一下图 好 看好哦 比较复杂一点 给你五秒钟来看 五 四 三 二 一 OK 好 你看到这个图里面 你看到什么 看到了 有一位 有 有 有那个什么 有两个女士 其实actually有几个人啊 有多少 有蛮多人的哦 对不对 啊 啊 讲太 讲太快了 不好意思 我们刚刚那个C C还没讲啊 OK 我们C刚刚还没讲到 The cat is walking along the street OK Catch有 Walking along 它有在走路吗 然后有那个street 街道 欸 猫 有 可是走路没有啊 走路是没有的 这是正的 正负 有一个有 可是也错了 那就还是等一下错 而且也没有看到街道啊 所以它都是错 只有一个错就错了哦 最后 猪啊 我们看第四个D The cat is near the door OK 三个都错了 那当然 不用讲 第四个一定是对 OK 就说你听到这边没有 你可以很 很放心的给它写 就是答案就是第一 Catch有 有 Near the door 有没有 door 有 靠在人那边 对不对 所以正正 两个都对 所以答案就是 对 所以这题答案就是 不是个D D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第三题 的 题目 我可以跟大家看到 那 我们重新把 别人擦干净一下啊